中央总预算案第五度卡关 行政院长主任太基之前抛出 可能是线 现在运用点菜暗喻朝野将局 说一千块买四道菜 餐厅坚持要不到 我们要求承诺下不为例 但没共事 请消保官来仲裁 却被餐厅说恐吓 当然也可以决意把我们赶出去 太西湾大和解饭 隔魁难道是在呛瞎 恶力不可开 让在野党团看到 我们有这样的退让心理准备 找消保官就大法官了 餐厅就我开的 菜我要你吃什么就吃什么 总预算争议的关键之一 是立院三读通过 原住民进法补偿争议 从三位元提高到 四万元也经总统公布 但现在行政院预算编列 只给四万 这也打破风 没有依法行政 两城将局 隔魁一番话 让网友嘲讽 立院法案总统公布 行政院不遵守警还呛人 隔魁的文案 王军写的妈什么破烂例子 经理人呛下股东会 和董事会还说下不为例 到底有没有搞错 在夜间头脑不清楚地 写出了点不点菜 所以他们完全是搞错情况 立法院是来监督你行政院的 不是你行政院来跟立法院叫板的 不只走一算案 执政党从死刑到国会调查权 也全搞释线 事务为大法官中 七人十月底就要卸证 再也狂轰 剩下八人 只要三到四人就能释线 现在是三人呈线 大法官成了台湾太上皇 总统东场吗 瘫痪宪法法庭的是赖清德总统 不是立法院 真的是万物释线 民进党的逻辑 八名大法官就可以推翻 立法院的一个多数议决 那是不是要阉割立法院 民进党就变成说 在做太上皇了吗 蓝绿大战宪法诉讼法 为了大法官视线 唇枪舍阵 但百姓就想混 难道违不违宪法案 点不点菜 全市民进党一口说了算 江黄运城镇 SN小组采访报道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 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 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